加富与新加坡鸟园团队合作 赤支约20亿元 将在草屯打造亚洲规模最大的鸟园 目前正着手兴建 业者希望能赶在2020年11月市营运 为南投县的观光注入活力 并让草屯跃升为国际级的重要观光新市镇 在动画之中常见的跳跳羊或者是湖蒙 以后在草屯赋寮里将很容易遇见 爱鸟企业家尤家傅将与新加坡鸟园合作 打造亚洲最大的动物园区 光是动物就有上百种 而且还有迷你小动物相当奇特 里面的种类都有百多种 但是我们刚刚在工地在厅堂 在厅堂所以有些动物都驾到台中很多 里面的种类有二三十种 现在已经有的母子 在摆给龙虎像这么小的 尤其我们这边都驾到迷你型的小动物 迷你马 迷你驴 迷你鸵鸟 还有迷你猴 大概都是一些比较可爱的 业者刺资20亿 在草屯打造可爱动物园区 引进多种奇珍异兽与鸟类 草屯正攻所乐观其成 希望未来能为草屯地区注入观光新活力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这个建案 尤其是我们亚洲里面最大的鸟岩 它这个种类将近有 好像有三万多只 种类非常多 所以说很多这个奇异的这个鸟 我们的期待 这个可以带动草屯 以及带动我们南投 尤其我们整个中部地区 可以说是最大型的一个 游乐游气的地方 与可爱动物互动 让人心情变好 有着疗愈的效果 民众也可以藉由对于动物的观察 去了解它的习性与相处方式 并且可以培养观察能力 肚子饿的时候 它有一种很好笑的习惯 就是它的脚会去爬地板 对 它爬地板爬完之后 就跟你说 我肚子饿赶快喂我东西吃 像驴子的话 它不太会爬地板 它就开始尖叫 它叫到让你受不了 你就会赶快去喂它吃饭 我们这里应该以后是 全世界最奇特的一个景点 尤其迷你小动物 还有我们里面所有的 现在设计那个厕所 都是用鸟蛋所造成的 非常的可爱 我们现在里面已经有那个样品了 尤家傅因为本身的兴趣 收集可爱动物 并与大家分享 苗圆的面积大约有16公顷 目前正积极赶工当中 希望在2020年的11月 可以市营运与大家见面 将打造出全亚洲 最奇特的观光景点 记者张东仁 草屯镇采访报导